他是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演员 他是一个明星 他更是一个教训 今天咱们聊聊匹帅界不折不扣的英伦男神 汤老师汤姆哈迪 1977年 汤姆哈迪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艺术家庭 他的父亲爱德华哈迪是一位喜剧小说家 母亲安妮是一名艺术家 哈迪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在西方世界是非常少见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唯一的孩子极有被宠坏的可能性 你以为很多汤老师的黑帮气质都是表演出来的 其实大多都是哈迪早年经历下的真实写照 叛逆 非常叛逆 被偏爱的永远都有恃无恐 青年时的哈迪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 那时候的生活 也充满了黑暗与惊险 哈迪还是个小男孩 他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对表演那种追逐又不舍的热情 家里奥德曼是他的英雄 也是他的偶像 也是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他们的人生中都曾经历过某些黑暗的事物 但汤姆哈迪的恶劣程度明显远高于奥德曼 他曾想要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表演 但是酗酒习惯和毒瘾根本就不允许他拥有作为哈迪的一切 这些糟糕的脏东西毁掉了他的生活 他所想要的上镜 他所想要的表演 所有的一切都在毒瘾面前化为泡影 甚至身体里作为汤姆哈迪的仪式正在逐步离开肉体 他强忍着这样的自己报考表演学校 结果不出所料 被开除 19岁那年 他赢得了一场摩托选秀 并且签约了一家摩托经纪公司 不出意料 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开除 原因只有一个 他反反复复无法戒掉的毒瘾 不仅毁了他梦想追求的东西 甚至毁掉了他正在起步的喜欢 他的父亲哈佛毕业 可到了儿子这一代居然如此不堪入目 也是父亲的关系 很多情况下汤姆哈迪避免了牢狱 尽管哈迪的生活充满黑暗 但他心中还存在无法被浇灭的表演之火 1998年 21岁的汤姆哈迪加入了伦敦戏剧中心 在这里他学习了系统化的表演和理论 其他的表演学校会做30小时的训练 而在这里 汤姆哈迪需要完成60个小时的训练 最后的结局也是不出意外 被开除 哪怕生活被自己折腾的再糟糕 他内心燃起的表演之火越烧越烈 他爱上了表演 他爱上了舞台地面穆拉的味道 或许是他的热情最终感染了上苍 以至于世界影坛给予了他一个高不可拍的起点 他的人生 之此开始 焕然一新 表演拯救了汤姆哈迪的人生 表演让汤姆哈迪的生活重回色彩 2001年 汤姆哈迪接到了两部大制作的片约 一部是电视领域赫赫有名的兄弟莲 一部则是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 传奇战争片《黑鹰坠落》 反观整个影坛 找不出第二个演员 没有如此高不可攀的开始 这两部戏的出现 给予了一个困在黑暗中的男孩 一个看到光的希望 虽然哈迪只是没有多少镜头的边缘角色 但是表演与他的意义 更多则是浴火重生前的淬炼 2003年2004年 是汤姆哈迪整个人生 乃至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婚姻的失败 糟糕的生活对照真正日上的演艺事业 他最终狠下所有的决心 去戒毒中心 积极配合治疗 在脱离黑暗的路上坚持下来 哈迪离开了动荡不安的生活 哈迪曾表示 表演拯救了一个内心顽皮的孩子 将他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此时开始 再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哈迪去表演 他一边在戏剧舞台上沉淀 一边继续在电影中寻找机会 汤姆哈迪接触到好莱坞的制片人 可好莱坞的势力 也难怪你是什么富二代高富帅 该跑的龙套哈迪一个没落下 而004年 哈迪迎来了自己荧幕中第一个男主角 同丹尼尔克雷格一同主演剧情片加薪蛋糕 只可惜 04年的克雷格还不是影坛中 大名鼎鼎的0076代目 他是依靠着这部影片中的精彩表演 才被马丁坎贝尔任命为0076代目 片中的哈迪根本没有多少镜头 甚至说他是一个配角都有些夸张 妥妥是一个署名男主角 随后几年 汤姆哈迪再也找不到如期点那般高度的影片 没有最烂 只有更烂 甚至一部由哈迪主演的电影牛头人 评分只有惨淡的4.2 好消息是 唐老师终于不再是背景版和署名演员 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主角 2006年一整年 就有五部唐老师的电影上映 如果不是看过他后来拍的影片 我都会以为他要携手砍其一起 将烂片工作进行到底 当然很多影片也怪不得哈迪 他一个配角还能咋样 但是仅仅半年 汤姆哈迪就完成了自己演员生涯的蝙蝠与起飞 2007年 哈迪完成了六部影片的拍摄 更是凭借剧情影片斯图尔特 倒带人生 第一次提名英国电视电影讲最佳男主角 片中的哈迪是个节溜子 没有工作 甚至无家可归 说他的生活是泥潭都是夸赞 他身上的任何一种特质都能轻而易举毁掉自己 但不知可否 汤姆哈迪近乎完美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痞子 而当你一层一层看哈迪将内心撕开 你会悲伤甚至哭泣 角色的每一面都如此迥异 汤姆哈迪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是相当成熟的 他细致的拿捏住了角色在混沌和光明中的切换 不得不说 汤姆哈迪是一个极天赋与运气于一体的演员 你可以不记得他的名字 但是肯定或多或少都曾听说过他拍的电影 2008年 汤姆哈迪遇到了人生中又一批贵人 先是合作著名导演盖里奇摇滚黑帮 再是合作大名鼎鼎的导演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 但是这些电视电影并没有将汤姆哈迪的知名度推上一个新高度 直到2010年 哈迪又认识了一群贵人 前有鬼才诺兰 或有流量密码小李子 虽然汤姆哈迪只是道姆空间中的一个配角 但是我却不喜欢诺兰这样的安排 片中的哈迪太过于完美 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犯错 他却一次错误都没有犯过 哈迪的实力完全可以拿捏那些情绪丰富 表演那种或挣扎会 或撕裂的人物心境 又一年 一部冷门家片有势 完美释放了哈迪身上的全部人格魅力 哈迪的表演那真是一个热血沸腾 他将全部的男性荷尔文挥洒到淋漓尽致 年幼的遭遇在角色心中刻下泪痕 生活中满是艰辛与不甘 不可以搅揉煽情的影片却温情满满 如果没有汤姆哈迪 这部影片根本称不上冷门家片 他一个人称起了整部影片的荧幕 也是这年 曾经的偶像演员 如今也成为了影片中的搭档 又一年 火象变成了满城追他的戈登警长 他也登上了蝙蝠侠的通缉名单 又过了一年 他成为了浴血黑帮中犹太帮老大 再一年 他一转身又变成了沙漠中那个疯狂的麦克斯 2015年 他变身成为传奇中一人分尸两脚的传奇黑帮老大 甚至成为荒野猎人的头号死敌 如果你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察觉荒野猎人中 和小李斯对系的那个演员 全片中唯一一个心狠手拉不折手段的反派 就是由汤姆哈迪所饰演 这时候的他 已经完全拥有成为传奇演员的前置 他能够在一部影片中 完全根据角色定义 饰演出一个没有瑕疵的统体 他既能够肆无忌惮地绽放美丽 也能完全收敛自己的气息而隐藏在角色 2017年 他再次合作诺兰敦克尔克 变身成为荧幕中那个一网无前的战斗机飞行员 2018年 一部科幻片独夜 更多的观众知道了这位演员 认出了他曾为角色所做出的努力 有喜欢独立影片中的他 有人喜欢诺兰电影中的他 有人喜欢浴血黑帮中的他 也有人会因为一部独夜而发现了他 汤姆哈迪是一位非常喜欢表演的演员 有影迷说他演得不好 他会为此伤心很久并且更加努力 哈迪也曾为了一个角色增重减重 他却有不可原谅的错误 但他更需要用尽一身去救赎 他曾堕入黑暗 但他现在致力于救助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 他曾吊耳郎当 但他现在更注重在慈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也曾浑浑噩噩 但他将自己的生活重新添上了温度 他不可原谅 但他更值得被尊重 不要看他做过什么 而是看他接下来怎么做 汤姆哈迪不应该是一个榜样 他更应该是娱乐圈的一个教训 当你的运气不如汤老师 那就不要去碰运气 这种事情绝不姑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